一杯茶可以提供 40毫克到170毫克的咖啡因 我们找里面的红茶是咖啡因比较高的 它的范围大概是25到110 其实还是可以到110 喝的真的量大的话咖啡因的量还是会超过 像我就是会喝茶醉 我有茶醉现象的人 咖啡的另一样效果就是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多 甚至可以把咖啡酸在平常喝的饮水量里头 英国发表了一项非常大型的研究 发觉喝咖啡的人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 还有整体死亡率都是 比没有喝咖啡的人来的下降 所以开始改观了 止痛药里面为什么要有咖啡因 它本身就有一个治疗头痛的效果 对啊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偏头痛的经验 然后喝一杯咖啡酒就好很多了 你有喝止痛药吗 有 有过有过 咖啡其实是我刚刚讲的作用 如果阿疼你光是治偏头痛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根本就不够 加个咖啡因对偏头痛就很有效了 好 欢迎收看健康凌距离 凌鱼距离 凌鱼距离组合健康吃百里 好 现在我们要吃百里 很多人说要吃要喝 台湾人很爱喝什么呢 咖啡 没错 你有没有喝咖啡啊 我平常其实不太喝咖啡 我很明显你今天没有喝咖啡 你根本就没有醒来 没有 我是那种 我只要喝一点点咖啡 我就会心脏乒乓串 然后觉得很敏感 晚上失眠那种 你是咖啡敏感的代表 对 对 敏感本人 敏感 对咖啡敏感 不知道有多少人对咖啡敏感 那你一定会少很多乐趣喔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台湾人最爱喝咖啡聊是非 有一个数据跟你讲喔 全台湾人呢 每一年至少要喝122杯咖啡 这是一个平均数字 哇 这么多喔 就是说最少呢 大概平均每一个人呢 三天就要喝一杯咖啡 不喝不舒服 不喝不舒服 连我90岁的阿公阿嬷 他们每天都要一杯咖啡 可以吗 可以啊 高龄的人可以这样喝吗 可以 你咖啡如果好的话 这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就不要过度 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 考论咖啡因 在咖啡里面有 但是在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里面 也会有喔 茶也会有 有没有爱喝茶的朋友 有些人说我不喜欢喝咖啡 我就不会有咖啡因了 对 没有 因为他喜欢喝茶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很多咖啡因在你不知道的 各个地方里面都有 不小心这样加一加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喝太多了 真的假的 喝太多会怎么样 会 会心悸 不知道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这些专家 会怎么样 专家们 要问这些专家 先找第一位 第一位是哪一位 咖啡成瘾的代表 让我们欢迎 让我们欢迎 不喝咖啡就浑身不对劲的帅气男星 舞陽 我的早餐没有饮料 只有咖啡 我是咖啡癌耗子 还是咖啡中毒呢 到底是他爱咖啡 还是真的咖啡中毒了呢 谁能够来救救舞陽呢 让我们欢迎 刚刚一直在私底下 逼问舞陽 您到底多久喝 会心悸 多久喝 会怎么样不舒服 医者人心 马上来看诊的这位是 让我们欢迎 整合医学科医师 江冠宇江医师 嗨 大家好 我是江冠宇医师 咖啡一米四多 二三杯最适当 不过其实有些人说 喝咖啡搞搞好 对我们心血管是不错的 是这样子吗 常常人家就是把咖啡跟心血管 心脏都会放在一起聊 所以我们今天就找来了专家 来告诉你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没错 让我们欢迎 心脏的一科医生 林俊宗 林医生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到底能不能喝咖啡 要喝的话该怎么喝 让我来告诉你 还有我们的美女营养师 今天也出现了 我们都非常熟悉 最近这个新书卖到爆 一刷二刷 三刷四刷再刷的 吕孟凡 让我们欢迎 让我们欢迎 营养师 吕孟凡 吕孟凡 咖啡因吃醉死鸡 身体健康 没烦恼 今天我们大家都是 算是咖啡因爱好者 不管是年轻的人 或者是我们说 比较年长的人 台湾有一群 非常会喝咖啡的 咖啡投客 那也比较资深的 他们就开始跟你喝手冲 然后讲究这个产地 像我本人也是 SBA国际咖啡师 我也是生长不漏耶 真的 真正的 真正的 真的 我们就是烤了什么烘豆 然后怎么样挑豆子 豆子有分什么日晒 蜜处理跟水洗 那里时间蛮多的 其实 那当然我们在生小孩的时候 很无聊 那是烤了很多豆 开什么玩笑 我们是活到老 学到老 没错 好啦 不过呢 今天我讲再多 都没有这个我们来自 咖啡大国的代表 怎么敢在他面前 搬门弄斧呢 没错 交给舞阳来 来今天讲咖啡 你最有资格 说到巴西 不能说咖啡是不行的嘛 对不对 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商 全世界的咖啡 30%到40%都是来自巴西的 代表每一位在地球上 一定 人生中一定有喝过一杯巴西的咖啡 一定要的那个巴西有没有 曼巴 曼巴 曼巴也是门灯零加巴西 所以叫曼巴 你不是因为有开咖啡厅吗 我以前有开过咖啡厅 可是后来就是 就太忙了 然后疫情有不好 然后我们想说转行 我们从咖啡厅变成买咖啡豆 对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咖啡豆的生意 就像我本人吧 我一天 我听说你们说 台湾的平均一年会喝122杯吗 对 大概三天一杯吧 我是一天六杯最少 一天六杯 一天六杯 我大概一天六杯 因为我们在巴西小社长 他已经喝习惯了 所以我们是一起床喝咖啡 就可能就是回到家里喝咖啡 去运动前喝咖啡 运动后喝咖啡 睡觉前都有在喝咖啡的 怎么可能 真的啦 睡觉前耶 可以 所以你喝咖啡不会睡不着 我不会睡不着 有时候我睡觉前 我说真的 我不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可是我会泡一杯咖啡 热热的放在床旁边 那个味道一出来 好像还天堂一样 快速入睡 有可能的吗 有相关于医师整个人脸 就是呈现一个 心饿的痴呆样 你哪儿 张医师 你还好吗 你加个LINE 加个LINE过来一下 张医师 剛剛你的嘴巴是合不出来的 你还好吗 对 因为其实我们最近做研究说 刚刚讲两到三杯 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剂量 但是如果说是五到六杯的话 他们通常在美国医学会 就认为说 这个可能就要开始要注意 尤其对于心脏 可能有心血管病死的人 还是是不是有可能是跟 耐受性 咖啡习惯的问题 因为整个巴西 说实在的 我懂了 是不是就像俄罗斯人 他们很会喝酒一样 所以他们的酒量会特别的好 因为从小就在喝 那他就是从小就在喝咖啡 所以他对咖啡因的耐受度 比较高 对 没有错 可是这个会有一个缺点 也就是说 我对这个咖啡的耐受度 比较高的时候 比方说有些人 他可能就是 会有头痛等等的问题 会发现说 那我以后可能要喝更多的咖啡 我才能够停止 他那个偏头痛的问题发生 就是耐受性 其实会需求量会更高 麻痹的意思吗 有一点类似这样的味道 对 牛妈你有头痛吗 牛妈 还是你从来没有停过 我是听过 有些人他们要解咖啡的时候 会有一些症状 跟有些人要兼抽烟的一样的概念 可是我个人是比较 不太会有头痛的概念 我自己感觉到是我可能会脾气不好 我可能会比较没有耐心 会焦躁 会焦躁 对 会比较挤 对 我会遇到 我好像比较瘦手 我可能会一直这样子 那个看起来就像是吸毒在戒断的症状 你就是中毒了呀 怎么办 手术很快 这个应该就是 这个还没有啦 就是说那个要不自主 他刚才那个动作完全是自主的 所以是还好 还好 如果出现了不自主的 不自主的话就要小心 或是说莫名其妙 就脾气就暴躁起来 或是莫名其妙就觉得说 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是感觉到自己心悸 不一定 因为心悸我们通常 基本上是蹦蹦跳 对 有些人感觉到下巴麻麻的 那个就要小心 因为像我喝咖啡 我其实也是 每天没有至少一两杯咖啡 我没办法工作 所以我是连说晚上喝茶喝咖啡 都还是能够去睡的人 已经到这样子了 但就是有时候我喝咖啡 喝比较多的时候 我觉得下巴麻麻的 其实那个就不太对 我妈妈她就说 因为她就是有三高的问题 她就说她心脏科的意思 有跟她讲说 你可以喝一杯咖啡 说比较好 真的是这样吗 是啊 其实在大概十年前 如果病患问我说 这个咖啡到底对心脏好不好 我们有时候 那时候都还跟她回答 就是刺激物不行 对 但是这十几年来 慢慢的观念已经开始改观了 尤其是大概去年在欧洲 英国发表了一项非常大型的研究 有44万人的研究 那这个里面有分 你喝的是这个低咖啡因的咖啡吗 还是你是研磨咖啡 还是你是这个就是吉隆咖啡 那跟不喝咖啡的人来比比看 那这些人有发生什么事 发觉喝咖啡的人 他的心血管疾病 还有 所以开始改观了 所以现在你又去看 哈佛大学的网站 他开始都 所以没问题 其实一般如果像刚刚医师讲的 你喝二到三杯的话 其实是 对心血管都是有一些帮助的 太好了 大家如果喝这种六 七杯的 对心脏血管有不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从英国的研究看起来 它是有分 不喝的 一杯的跟两杯的 跟五杯以上的 它有去统计 到五杯左右的 其实它都还比一般正常人 并没有增加血管的风险 所以到五杯都还是极限 它都还是安全的 它都是安全的 安全的 其实如果以我个人而言 我比较建立用黑咖啡 或者是说研磨的 因为为什么通常吉隆咖啡 它里面会加比如说奶精或糖 事实上奶精跟糖相对是 比较不健康的 所以那些添加不好 所以以前我的病人 他会喝所谓的白咖啡 或者是三合一咖啡 可能会影响到他一些血脂肪的比例 所以我个人是会建立说 咖啡它不是一个坏东西 它可能对我们身体有一些帮助 但是如果真的要喝的话 就喝这个黑咖啡 喝纯的 喝美式 喝espresso都好 尽量就不要添加了 而且你才能喝出它咖啡的各种原味 它的好 它的香 你都是喝美式 还是espresso 我们巴西是比较偏和意大利的味道 是咖啡加一点点水就好 所以比较偏espresso 多一点点的 是比较浓 是比较 是比较 你是不是不喝水 你把你的水当作咖啡喝 就是喝咖啡当水喝 不可能 因为我们巴西人有一个逻辑 是我们太爱喝咖啡了 所以我们在巴西整大吃到 咖啡跟茶 它们有利尿的问题 所以我们已经习惯 比如说喝一杯咖啡 我会马上喝两杯水 1比2 1比2 我个人 有一些巴西人可能是1比1之类的 可是我们一定会记得要喝 多喝水 再可以去喝咖啡的 哇 这个是很专业的喝法 对啊 这个绝对是第一名了吧 健康宝宝了吧 其实说到咖啡的利尿 就是WHO有提 有里面有写到说 其实咖啡的利尿效果 就是没有像大家想像的这么的多 对所以它其实甚至可以把咖啡 酸在平常喝的饮水量里头的 可是我们喝水是没有问题吧 喝水没问题 可是我们都听说它会是 就是你真的一杯咖啡要1比1 就是它说咖啡跟茶 是不能够酸成一杯的水的 这是新的规定改变了吗 没有没有改变 就一直以来 医学上讲的什么 体重层35cc 每天的饮水量 它都是包含咖啡水 茶任何你喝的东西 甚至你的汤也可以算进去 有水的液体都算 对都可以算进去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喝咖啡才对 因为刚刚我们有2到3杯 然后呢这个发现人说 我们6到7杯没有问题 对啊 到底有没有什么剂量的限制 就是刚刚医师讲的是关于心血管方面的 但是我查的比较多是关于骨质方面 大家应该听说过就是它 就是好像会增加骨松这样子 对那之前看一个比较大型的研究 它是有给出一个剂量 它说一天不要超过330毫克的咖啡因 就比较不会增加骨松的风险 那换算成中杯美式大概是1.5杯啦 对对对 好爽喔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问问看了 因为其实台湾人真的很爱喝咖啡 可是呢我们很多对于咖啡的小知识 小观念 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来 Wish帮我们整理出来了 网友有非常多对于咖啡的疑问 或者是说我们错误的观念 或是也许是对的 我也不知道 来我们一一来考大家 那现场的来宾我们来作答咖啡因的迷思 首先呢第一个问题 咖啡提神是心理的作用吗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是错的吧 应该真正有 来 医生 我们来看整合医学是怎么看的 来 整合医学的代表姜医师 因为是有研究稍微提到 就是跟我们说 虽然是跟他们讲说是无咖啡因 但是无咖啡因事实上是比较低的咖啡因 发现说其实低咖啡因的饮料里面 其他那些香气或是其他的成分 那其实或是他中间产生的疑似感 对于这些受试者也有同等的效果 所以说不能够完全说提神就是咖啡因带 有很多时候是咖啡自己本身整体的成分 或者说他整个疑似感会给予这些受试者 他会有一定的提神效果 就有点像是我们呢明明没有给你开药 其实就是刚刚讲所谓淀粉肌效应 就是你只要相信 其实就大概有20%的人会产生效果 所以确实是有 那不过我想我的看法是 咖啡提神它确实还是有它的化学效应 它是真的有它提神的效果 只是它同样的 你只要相信这杯咖啡对你而言是可以提振精神 你今天需要这个的你满足了 它还是可以帮助你的心理 所以我想这两个答案都是对的 它有心理作用也有它的化学作用 我们林大师就是有一股高度在 非常地厉害 没错 来 我们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更昇華一些了 请问一下 咖啡因是强心剂或是兴奋剂吗 比提神更高吗 这肯定的 这肯定的 这个没有问题 来 因为其实咖啡因最主要是作用在 我们的交感神经 所以交感神经作用之下 全身那种活跃度 应该是说把它想成说 交感神经再影响到 包含说脑血管的循环 那这样分布之下 其实我们身体会处于一个 血液循环比较挑和的状态 血液循环比较好的话 其实人整个做事情 就比较得心应手 它的新闻已经是这样子来的 原来是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要先看一个新闻 再进行我们的第三题 来 这个新闻我们是为了陈琳问的 陈琳啊 要记得看健康零距离啊 我们帮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来 是什么问题呢 喝咖啡心悸头晕 如果改喝低咖啡 难道会比较健康吗 因为很多人其实跟我一样 只要喝了一点点咖啡 就会永远有心悸头晕 或是头痛的困扰 而且最近啊 艺人杨成林 她也跟粉丝诉苦说 哇 她其实一喝了一点点咖啡 她也会非常不舒服 也会跟我一样有很多的症状 那我问题就来了 那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体质 或这样的人 如果改喝 选择低咖啡因的咖啡 难道是一个简直的方案吗 还是就不能喝了呢 到底能不能喝呢 来 我们来问一下 好 我也觉得就是 不舒服就不要喝了 来 林医生跟我一样 来 林医生 我刚刚里面有提到说 咖啡因过敏这一件事情 实际上我们目前是可以真的去检测 自己是不是对咖啡因过敏 有人会对咖啡因过敏 对 真的 我们对茶就是过敏 甚至你觉得说蛋这些 过敏源吗 对 可以做过敏源检测 所以他如果说真的每一次 喝了咖啡 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下这些 你生活中花粉或食物 是否对你过敏 原来 而且他不是急性过敏 他可能是一种 经由一个抗体叫做IgG的过程 去诱发这些症状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也许他真的有这个问题 那平常推咖啡过敏的人 他们的症状 都是类似哪一种的 如果是比较急性过敏 当然有时候就是像他这样 也许心悸心跳很大力 但是如果慢性过敏的 有时候他真的是 以头痛这些步骤来表现 我们在八小时 从来没听过 是因为喝咖啡才会头痛 因为大家都在喝咖啡的 我们在巴西感冒的时候 或是喉咙不舒服什么的 身体不比较熏 如果头痛我们就马上来喝一杯 大概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就会好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可是我们就会好 那我还有个问题 那如果我没有过敏的话 是不是我就不会心剂了 这个心剂是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其实咖啡因本身还是 它会去抑制一个叫做 腺肝的作用 那腺肝这个成分 它是在身体算是 比较抑制型的一个化学成分 所以当我们有咖啡因进来的时候 通常心跳会加快 燃烧脂肪的能力会提高 所以这是它在药理上 其实有它的效果在 所以会这样的人 就建议不要喝咖啡 对不对 其实看它的耐受力 它如果OK的话 它可以灼亮 就是我有点心悸 但是我还可以忍耐 那我还是可以喝咖啡 这样子的耐受力吗 是啊 这个 就是我边痛苦 但是我又边快乐著 我想要喝咖啡 我喝一点 但是我 我还可以这样子 好纠结 这是怎么样的耐受度 这个怎么判断 其实这个是个人的 他的 怎么讲 他自己的拿捏 我这边有一个建议 这个对杨承宁 他这个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 他这个咖啡 有时候不一定是咖啡因本身 我们刚刚提到 他那个低咖啡因的时候 其实咖啡的其他的成分 也是在 搞不好是对肉桂粉是过敏的 它不清楚都会加肉桂粉 对 所以就是 你要先厘清说 你整个这咖啡 你是对哪个成分 是感到不舒服的 这个厘清之后 你再尝试说 那种咖啡类的饮料 不敢高低咖啡因 你再来去做尝试 先厘清 所以他厘清就是 他要先喝那个黑咖啡 对 从纯粹的咖啡开始试 然后再看 加奶的我没有问题 表示我对咖啡跟奶 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再加 可能摩卡 巧克力 那种就慢慢这样子试下去 好啦 接下来的问题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 像刚刚说到的 如果有人担心 咖啡的咖啡因 比较多的话 那如果我喝茶 多喝有关系吗 因为茶也有咖啡因 那我觉得 茶的咖啡因 应该喝多了 应该也是总量累积吧 你们觉得呢 哎哟 来来我们先问问看这个 可能会被两名医生围攻的 也是有医学背景的这个李孟茵 血流成河 怎么回事 来 没有就是茶的咖啡因 确实比咖啡少很多 比如说你咖啡假设一杯 是100毫克以上咖啡因 茶可能比如说20 所以它以济量上 没这么高来讲 它能够喝的杯数 单纯讲咖啡因这件事 它确实可以喝比较多 没错 有一个总量吗 成年人 那我就要还这个 还好要喝到超过量 蛮困难的 你知道吗 舞阳刚刚一听完你讲解之后 马上就说 他不要跟你赞同鞭 对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误会了那个问题 可是我听他介绍的话 我就觉得是有关系的 来 我们来问两位医生 我们先问一下林医师 为什么会觉得说 这个茶的咖啡因 没有咖啡多 多喝没关系是错的呢 其实如果一天喝的真的量大的话 比如说你喝了三四杯 这种大杯的茶 最后面它应该 总咖啡因的量 还是会超过 那第二个其实 像我就是会喝茶醉 我有茶醉现象的人 什么是茶醉 茶醉其实就是 茶有茶碱 你如果喝很多的话 我们的胃酸 一下子会被拉到 这些 所以会 你就会开始 奇怪 我刚刚喝的是茶 我不是喝酒 为什么 我 你说你喝茶也会有醉的感觉 就是消息 我感觉 你会开始有点温昏的 好棒的味道 这是茶醉 这是茶醉 其实会 那会有咖啡醉吗 应该是有微醺感 喝咖啡会到微醺感吗 会有这种 因为你喝茶会有这种茶醉 对 其实我喝茶会茶醉 那咖啡应该就会有咖啡醉吧 要看它的茶减量 其实茶是还有另外一个 茶减的成分 是会茶减 那茶减 那你为什么也跟我们 林医师站同边 跟我们吕孟凡站不同边呢 我想大概这样 我们刚刚有讲说 是四量的咖啡 一天的量大概是330毫克 大概1.5杯的咖啡 黑咖啡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算了每个物质的范围 大概一杯咖啡 一杯它可以提供 大概40毫克到170毫克的咖啡因 然后它茶 我们找里面的红茶是 咖啡因比较高的 它的范围大概是 25到110 其实还是可以到110 所以说我喝一个 浓度比较 你说等量的红茶 跟等量的咖啡去比 对 没有错 其实也没差多少 对 没差 那是红茶 如果说是乌龙茶和绿茶 它这个咖啡因的浓度 就会在整个范围在砍半 所以红茶其实要小心 对 通常说我们说 不要小看 我刚才讲的那种咖啡因 会引起我们交感神经的作用 其实有些人喝 如果觉得自己胃肘肘 已经有点不太舒服 其实喝咖啡如果是这样 那喝茶也会是一样 反正它就是对咖啡因 会有这种反应 不管你茶或咖啡 可是我们刚刚大家就在问 那总量如果控制好 应该就没有关系 那总量有没有一天 大家说咖啡因摄取的总量上限是多少 其实应该是说看本人的感受 那我刚刚讲就是 大家整个讲下来有蛮多 就是有些是那个胃部 上腹部的不舒服 有些人就已经开始有心悸 甚至说是有些是那种下巴麻麻 反正你全身觉得交易一有不对 其实就到达你当天所能承受的剂量 这时候就要停 好 所以呢 以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决定 到底有没有过料 不要参考别人的了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咖啡因到底能不能降低疾病的风险呢 可以咯 但是可以降低什么样疾病的风险呢 来 我们先来问问看 舞阳你知道吗 你是咖啡达人 你知道他会降低什么疾病的风险吗 犹豫症算吗 我觉得我们在巴西有一个说法 就是你犹豫症的 比较严重的状况 其实你喝咖啡因是可以提升 你的比较正面的想法 或是你的Mood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再来问问看 我们通常咖啡其实是个U型效应 就是刚才说 那个喝咖啡比不喝咖啡的人 更有一些心血管保护的效果 只是说喝过量的话 可能又产生另外一种坏处 但是我们刚刚比较注重在心血管的部分 其实它对于神经也有保护的效果 刚才讲可能有些身心的症状 那还有一个就是像巴金森症候群 那种可能会有神经退化性疾病 发现有适当喝咖啡的话 可以降低一定的疾病风险程度 所以说有些神经可能有退化疾病的 那种家族遗传的人 喝咖啡其实不思维是一个好方法 但适量的饮用 这不是还跟Alzheimer有帮助吗 那个也可能有 但就是说像比较明显那种 那个神经会那种退化 Hunting dung 舞蹈症 或是说巴金森症症 这两种比较明显的神经退化疾病的话 那是有帮助的 现在其实咖啡它对健康的帮助 有显示在很多的方面 除了心理层面之外 巴金森症 甚至你去查阅我们国内有一个 张金兼教授乳癌权威 他现在都在种咖啡卖咖啡 他提倡就是他的理论 他的整理资料里面 看来对一些癌症的预防 确实有帮助 那以我心血管本身而言 咖啡事实上 现在看起来对一些心率不整 比如说心房颤动 也有一些轻微的帮助性 所以事实上 还有它抗氧化抗发炎的特性 所以事实上 真的对很多疾病 看起来是有 主要开始偏向说 这是一个有帮助的物质 那像我的很多的长辈 他们心脏都有装指甲 那这种人也可以喝咖啡 其实原则上是没有禁忌 那如果说他喝咖啡 所以不会影响到他的心跳太快的 其实这本身并没有禁忌 所以现在如果阿公阿嬤问我们说 到底可不可以喝咖啡 我说没有问题 你只要喝了 你觉得舒服 你就可以喝 好 不过我们医生们回答了大半 但驴孟凡之前还有可以讲的 因为驴孟凡的书里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表格告诉你 咖啡因的好坏 而且还有咖啡因 可以对疾病有什么样的抑制 来驴孟凡挑一些大家没讲过的 其实对 大部分医师刚刚都讲过 就是我自己查到文献蛮有趣的 他有用在早产儿 有些早产儿他们有 对 呼吸暂停的状况 临床上真的有用咖啡因 来治疗这个状况 你说让早产儿喝咖啡 但是当然使用方法不是 你自己随便给早产儿喝 就是医学上面 医师他们真的会拿这个成分 来帮他们治疗这个症状 看你对大脑啊 肺啊 还有肝啊 肝硬化 跟肝纤维化都会有改善 然后连肾脏 泌尿 泌尿道都会有好处 但是还是要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孕妇的部分 就是现在 就是孕妇其实是可以喝咖啡的 对 美国妇产科协会是建议 每天不要超过200毫克 就一杯 对 一杯 一杯 中杯的美式 大概不会超过这个量 对 所以怀孕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很想喝 就是以一杯为限 是不是因为你怀孕的时候 你喝太多咖啡 是宝宝会有咖啡中毒 不是不是 是宝宝会比较长不大 容易低出身体重的小孩 另外一个就是 他确实太高剂量 会增加流产的一个风险 对 那妈妈们一定都不希望 这些事情发生嘛 是的 所以就我们以一杯为限 好 我们知道了 这个咖啡因呢 存在在咖啡 茶裡面 是还蛮合理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一开头就跟大家讲了 有一些咖啡因是藏在 你没有联想到的东西地方 好 到底在哪里呢 好 除了茶跟咖啡之外 像可乐 里面也会有咖啡因 可乐为什么会有咖啡因呢 可是可乐的配方 不是全世界的机密 你只有四个人知道 都是普通 你都是讲话 好像这样变的对不对 但里头确实有 然后再来就巧克力 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 然后因为巧克力本身可可 可可豆的成分里 就有咖啡因 所以理论上你的 趴数越高的巧克力 比如说90趴 理论上来讲它的咖啡因含量也会比较多 都吃一盘 其他来像能量饮料 大概有喝多少有喝过 里头也会有咖啡因 还有止痛药里头也有可能有 止痛药里面为什么要有咖啡因啊 让你的精神这个兴奋起来 你就会忘记疼痛吗 有一个就是它本身就有一个治疗头痛的效果嘛 对 那有研究发现它还可以增强 某些自头痛的药物的药效 对 像我自己也会头痛 然后我也会吃那个止痛药之后 然后再喝咖啡 对 用咖啡来吃止痛药 就是本身会比较快不痛 如果用咖啡来吃止痛药 这就双重的有效吗 我都这样子啊 可以吧 我都 就是某种特殊对 江医师来看江医师那认真的脸说 其实是可以的 眼睛都亮了 来 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偏头痛的经验 喝一杯咖啡就好很多了 你有喝止痛药吗 有 有过 真的头痛 你真的是用尽各种无所不用其其的办法 都要让它降低 不然整天都没办法工作这样 工作到流泪 偏头痛就是这样子 我们说偏头痛它的原理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供应 从脑底去供应眼睛的眼动脉太膨了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眼眶痛 这就是偏头痛的由来 那我们喝这些咖啡 其实是我们刚刚讲 交感神经的作用 对于脑底血管 对眼动脉来说 它其实让血管缩 止痛药其实本身 没什么了不起 它就是一个 乙细安分 就是那种最原始最下级的止痛药 最上级可能是像那种肋固醇 最下级就是像那种普拿疼 普拿疼你光是治偏头痛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根本就不够 所以在网上再加个咖啡 对偏头痛就很有效果了 所以说我们通常的加强钉 什么东西加强钉 那真的是感冒的加强钉 那全部都是有加咖啡因 能量饮料竟然也有咖啡因 到处都有 要什么要提醒的吗 能量饮料就是 能量饮料喝太多 虽然提神 但是也会胖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汤 太多的汤 但是我跟你讲 我刚刚在看你就是 夸夸而谈的时候 我们林医师突然笑了一下 请问你是不是对于咖啡配止痛药 雙倍成效 兩倍成效这件事情 觉得有点好笑 没有 这个我不敢不敢吵 我倒是被能量饮料说 抱歉啊 我们自己在运动前 都会来这个一下 尤其要比赛的时候 你就是要有很高的糖 你才有战斗力 你要有咖啡心跳才能加速 要不然你要比一场比赛 怎么会有战斗力 那能量饮料配止痛药 能量饮料配止痛药 又止痛 又可以快速补充 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我觉得我一次不能陪酒就好了 其他都可以 对 不要配酒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来救你们 对 其实我们现在饮料 是非常的多元 只有一种就是说 因为酒对血管的效应 真的是非常的差 我们有时候那些药物 如果本身对血管是有作用的话 我们搭配的饮料只是说 要那个 那个增加我们血液循环而已 但是如果说对血管那种 有害作用比较强的话 像酒那个就不行 那咖啡目前来说 只要适当饮用 那个都还OK 那能量饮料的话 我觉得就只是怕胖而已 其他部分我觉得是还好 能量饮料我稍微另外提一下 是因为说学长 他是因为运动前去喝 那是之后有很大的消耗 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像我以前工作这样 我是为了熬夜才喝能量饮 你的肚子就大起来了 或者比如说 一直在那个王凯 一直打电动的那些人 一直喝能量饮料也是一样 不能 绝对不能量饮 对 那他们如果不喝能量饮 要喝咖啡这个意思也是一样 其实也是可以的 就不要喝到那么甜了 所以我们这个有咖啡 可以在很多地方来摄取 不一定要摄取那个 最有额外的负担的这种东西 好 不过到底咖啡 因为其实喝咖啡 已经变成一个全台湾的这种 国民运动了 咖啡真的叫做国民饮料 大家推崇它很多的好处 但有没有真的有些人 需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的呢 没错 到底谁或是哪种人 不能够喝咖啡呢 像就有一个报道说 中医师在谈咖啡的时候 他提到了 陰虚湿热体质的人要少喝 而且吃中药的时候 应该间隔两个小时 那这边就有提到了 虽然长期喝咖啡 不一定会影响体质 如果本身已经像刚刚提到的是 因湿啊 或是身体比较燥热 体质比较不好的话 那你就尽量要把咖啡的量减少 而且在波折 临床上 看到不少的咖啡成瘾患者 或是很多长期熬夜 劳累的一些大哥问奖们 他们常常因为喝咖啡 为了要double提神 导致最后呢 身体真的弄坏了 还没有提神 那最后呢他也解释了 陰虚体质的人呢 长期喝非常容易上火 造成口干舌燥 甚至会有便秘的问题 不但会造成咖啡成瘾 而且提神效果不升反而下降 甚至还看过病人因此 有凸头的症状 因为你身体已经很燥热了 你再喝咖啡竟然凸头了 怎么可能 太可怕了 喝咖啡会凸头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不可能 还有我们三个都没有 李医师笑出来 好 这个是我们中医的理论 好了 中医的理论 我们参考一下 但是有没有跟西医 是有差不多 同样的同源的这种概念呢 其实我觉得两种 可以来讨论 一个是要提醒 我们说开车 因为有些司机真的太累了 它的咖啡提神 可是我觉得是蛮可怕 它是有提神 可是绝对不代表说 它可以说延续我们的判断力 就跟我们熬夜一样 你越熬 你喝再多的茶 其实你拖到后面 你的理解能力都越来越差 那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开车都真的太累 尽量休息就先不要开 不要太大 而且咖啡有一个又有的效果 因为你喝咖啡 你大概会马上达到效果 可是你大概半个小时后 它就会维持大概两个小时 可是你如果过累的话 两个小时后 其实你会更累的效果更快 比如说你会更容易想睡觉 更容易累 更容易没有办法判断 你的反应会更慢 有没有怎么样的体质的人 是真的是他所谓不太能够喝 因为刚刚讲说就是 可能咖啡会有那种递减的效果 就咖啡的提神会有递减效果 但除了提神之外 我们刚刚看到这篇报导里面 还有说我们又便秘 上火 口干舌燥 那是不是自己身体 出现怎么样的状况 有什么征兆的时候 我们就先不要喝咖啡了 其实只要一旦不舒服 或说你整个人是属于那种 平常水分就摄取的比较偏少 那其实这种时候咖啡就是 你不舒服真的就不要喝 还是以本人 你的身体的感受为主 你当下其实应该休息 应该补充水分 那你就要往那个方向去做 就把自己身体维持在舒服的状态 也比较重要 自己的感受 那小孩子如果喝咖啡的话 有人说是会长不高 这个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应该说这个在科学界 就是研究出来反反复复啦 现在不认为他可能咖啡因 直接对长高有这么直接性的影响 但是因为咖啡因确实会影响 我们的不一定会失眠 那可能他的睡眠的值跟量 会受影响 那我们知道小朋友长高睡眠 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咖啡因确实过量的话 对骨子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对啊 那我们大家当然都希望小朋友 就是长高嘛 那我自己也两个小朋友 所以基本上我是会觉得 越晚接触 小朋友的话大概18岁以上 再来碰咖啡因确好 好烦喔 18岁才能喝咖啡 就是最理想的状况下 很晚耶 你们几岁 5岁 我们大概就是开始自己上课 比如说国小 国中 就开始喝咖啡啊 这个是我们就是早晨 必须要用的饮料啊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三米之火腿啊 然后就配一杯咖啡 就可以直接上课啊 你说你连7岁的国小生 你们都会喝咖啡啊 对啊 对啊 那你几公分 120 那没有用啊 那是鸡頭吧 确定啊 其实那个 关于说咖啡所带来的骨质疏松 或是小朋友的成长问题 它还是可以弥补 因为它那个骨质疏松原理是说 我们就需要那些钙质 可是在力量的过程中 你会把那些电解质给力掉 钙质就是从牛尿里面去排出这样 或增加这样方面的排出 但是有研究是说 它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背后有足够的牛奶那些 或是其他吃那种含钙的那些食物的摄取的话 它是可以把它弥补回来 但是台湾的国民养调查 发现全台湾的钙都吃不够 所以我觉得以台湾这样的背景来讲 真的就是小朋友不要不这么早 对啊 我的心目中最会养小孩的谭敦慈师母 她说他们家小孩大学才能喝咖啡 对 他们说我的两个小孩 就到大学才喝咖啡 高中才喝汽水 那你是不是在巴西人里面算矮的 因为你太早开始喝咖啡了 我们要并平均一起嘛 应该是说全巴西人 大概就是这么小开始喝的 对 而且你说就是台湾缺钙这么可能 你们台湾喝奶啊 你们是珍珠奶茶都是奶啊 然后是拿铁都是拿奶精一条喝奶 是 有鲜奶茶啊 鲜奶茶当然OK啦 鲜奶茶的那种珍珠啊 大家不都喜欢喝鲜奶茶的吗 对 但台湾人真的钙都吃不够 这是很确定的事情 好啦 咖啡因还是有好处的 咖啡因据说可以帮忙减肥吧 yes 对不对 我有很多朋友他在减肥的时候 就是一直喝咖啡 黑咖啡 他跟我强调是黑咖啡 其实他有添加的没有用 他说这可以帮助热量的燃烧 甚至后来还出现了防淡咖啡 到底怎样 不是纯咖啡 其他的咖啡是没有用的 是因为其他的咖啡 比如说拿铁什么的都是有热量 因为黑咖啡它是零卡路里 所以你如果是认真要运动减肥的话 那你当然是以零卡路里为主的食物来喝 那黑咖啡就是零卡路里 那你不能就是纯和咖啡以为会减肥也没有用 你是要保护运动 可是为什么就是会把咖啡跟运动喝在一起 因为你运动前喝咖啡 你会提升你的饱发力 你会比较没有容易累 你等一下才运动 你可以就是突破你自己的季限 稍微抗肥一些 所以你就是可以运动更多 然后你不会那么容易饿 然后再一次零卡路里 那就是个完美的饮料 WISH本身也是体院的体育小天才 你自己本身在运动的时候 你同学也常喝咖啡吗 真的有这样靠咖啡减肥的说法 其实有 而且我的教练他就是建议我在 运动前尤其是采油氧 先空腹喝一杯黑咖啡 让自己的身体里完全充滿黑咖啡 然后去运动爆汗 它是会增加你的代谢 还让你的身体 在亢奋的情况之下 可以增加你的肌力跟采油氧的时间 真的吗 你看我们这个江医生 他刚刚这样 是这样子吗 眼神带着 真的 真的 因为尤其你空腹之后 肌肉的肝糖已经消耗光了 那这时候你再来一点咖啡因的话 它的燃脂效果会更好 而且它会诱发一些 就是像粒线体的功能提升 对你这些能量的代谢 确实是有它的机制在 所以真的你们本身的体验 也会这样子来推荐大家 那真的就瘦比较快吗 比起喝水 是 没错 而且其实现在很多韩星 也是流行早上一杯黑咖啡 直接喝 空腹喝 那不会对胃很不好吗 我这辈子没有 我就会 你感觉是咖啡味 你童强挺病 你比较不准 还是看人的体质 我觉得空腹喝咖啡 会不会对胃 还是看体质 像中医师讲的这种 殷虚体质 有些就是它交感神经 比较兴奋 所以它也许胃酸比较多 那它喝了咖啡之后 有时候就比较容易胃食到逆流 你又胃不舒服了吗 胃食到逆流了 好恶心的感觉 蛮恐怖的 不过很多人担心的问题是 好我们可能喝咖啡 已经成为了 我们每天都必备做的事情 那今天医生也跟你讲 两到三杯是OK的 那舞陽这种 出生在咖啡国度的 他说我们的这个容许量更高 我们是两倍以上都没有问题 我们还是长得头好壮壮非常高 但是到底有没有真的所谓的 喝太多 然后甚至什么 离癌 致死 这种我们最害怕听到的这种 这种恐怖关键字 咖啡有这种恐怖关键字吗 拜托不要 其实如果用咖啡因中毒 的这个字去搜寻 会发觉这样的案例 其实非常少 常常不是因为喝咖啡本身 可能是因为他常查到 就是他在健身房 他今天为了要比赛 他是直接用咖啡因的定计 那一颗就有200毫克 那如果我们要中毒是5000毫克的话 他可能过量使用 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些致命性的危险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真的没有咖啡 然后对咖啡因过敏 可是我们又想要提神的话 对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互相呢 我自己有啦 这个是我大概是前六年 我去内地去拍个节目嘛 然后我到那个点视台 是真的太偏僻了 然后我发现附近都没有咖啡厅 然后就发现我没有办法喝咖啡 我就开始超紧张的 所以我下次去那边露营呢 我在台湾就开始在网路找 我能不能吃咖啡豆 结果发现好多的国外的网站是说 是可以吃啊 我就开始第一次吃看看 所以我现在如果 吃咖啡豆 自己吃咖啡豆 天啊 真的要嚼的吗 像冰干一样 烘焙碗吗 我吃 我看 我看 我跟你讲 你当下吃的时候 它好像一个小巧克力的冰干 不是 是什么样的咖啡豆 都可以吃吗 还是有特别的 那种都可以 只要是烘焙吃就可以了 来 医生很大 你不要吃生的 不要客气 要去好好吃 而且你约吃它会约有咖啡味 所以后来就学到了这一招 我觉得好方便 我如果导入有一天 譬如说要出外景 去上一上 或者譬如说去露营 我没有办法带我的咖啡水 什么什么的 我就拿咖啡豆就好 配咖啡跟茶过敏 还是不能吃 那怎么半日啊 这个直接就是 一刻下去就爆炸了 其实科学上真的没有 除了咖啡因 比较有科学的生菌之外 真的没有所谓的什么提神食物 B群啊 人家都吻B群 从小我们就听 人家讲说吃B群提神 对不对 我告诉你我念了营养学 看了所有的原文书 没有一本原文书 告诉你B群有提神的功能 真的没有 然后讲到那个提神饮料 它里面可能也会是讲说有B群 什么牛黄酸 对不对 其实牛黄酸相关的提神研究 就说实在的也不太有 它里面那个提神也要真的可以提神的成分 就是咖啡 那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两位医师 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值班到半夜都很容易发生 半夜都还要去做报告 那你也不可能半夜去运动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咖啡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回到我们国中国小的生活 上课打喝醉怎么办 去洗脸啊 对耶 但是有时候是有些人就是那种眼眶那种压力大灯 你可以拿如果你有热水的话可以拿毛巾 把那种热毛巾去敷那种眼眶周遭 其实也是有提神的效果 好不热水 我们帅气的林医师呢 我们要 好 运动 好 运动 运动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帅气的 运动小天才可以发挥的时候 没错 运动小天才 WISH小老师带你们的健康动派对 Let's go 运动小天才带大家的健康动派对 赶快来做一下运动吧 好的 运动小天才今天来教大家呢 如果你是一个不能喝咖啡的人 或是你想要靠运动来提升你的身体 身体的状况 还有你的精神 尤其是刚起床的时候该怎么做呢 首先教大家 运用身体的肌能 以及腹式的呼吸 我们来用吸气的感觉 首先 深吸 吐气 在第二次深吸的时候呢 我们加上一个哈的一声 深吸 吐气的时候说 哈 接下来做第二次 深吸 吐气 哈 哈 然后我们要加速了 我真的讲不出来这尺度很高 我们接下来要加速了 1 2 3 深吸 哈 深吸 哈 加速 深吸 哈 吸 哈 吸 哈 好了 还有下一个动作吗 有没有感觉你的神清气爽 有 我觉得已经有点火大了 你就好赶快教大家 还有没有下一个动作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原地的小小的开合跳 让我们的身体的全身的经络都打开 好 现在把我们的双刀打开 脚与肩同宽 然后呢 轻轻地往上 用拳的力量 是用上律动往上 1 2 3 跳起来 1 2 3 4 5 喊出来 7 8 9 10 5 5 1 3 真的好想不起 13 14 好 可以了 有没有再第三招呢 没有了 有没有感觉自己神心地爽 一整天精神百倍 請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喝咖啡聊是非 已经成为了全民运动 但是要怎么样喝得专业 而且喝得很聰明 恭喜大家今天透过我们整集的节目 学到了很多喝咖啡宝典 那今天的健康讲聊关键字是3 为什么呢 大家有听到 节目一直不断在讲 它就是我们基本上 不要超过三杯 最好的一个 有对心血管 有保护的 是两到三杯的咖啡 那另外刚刚讲咖啡因 那我们就是尽量不要超过一天 330毫克 这个也是相当于说 大概是1.5杯咖啡的量 所以以一个人 他的自己本身感觉为主的话 大概就是两杯到三杯 这样子而已了 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身体都OK 三杯以内 对身体是很好的 那希望大家一日三餐 都能够好好的吃 配上适量的咖啡 让大家能够防疾病万事OK 恭喜大家 今天健康的距离 又帮大家全方位 拉近了跟健康的距离 我们下次再见